大家好,我是Sivarasa,苏邦郭培元,You are listening to durianfm.com,a great radio station. 这个结果,绩效制嘛,大家都觉得这个绩效制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东西,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总是听到别人讲,就是说每次啊,如果有中国人来了,那么一个这个马来西亚的华裔啊,就跟这个中国人介绍马来西亚的时候,就说这个政府啊,不好,对华人不好,就是照顾马来人,就是就是打压华人,什么呢?人家就问有什么不好呢? 他说,你看,这个顾打制,我们华人子弟呢,不能上大学,就是由这个顾打制,这个影响了我们,呃,就我所了解啊,其实顾打制,呃,其实在2002年的时候,给取消了,就改成绩效制了,那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顾打制呢,当时呢,就是留了一个土著顾打,这个土著顾打呢,是55个%的土著顾打,那还有45个%呢, 是非土著顾打,这是当时的这个这个情况啊,就是说,呃,有45个%呢,是就是,你是非土著的话呢,你就,就就可以,就是专门是留给你的,那么土著呢,也有55个%呢,是保护的,那这么个状况,那实行了很多的年,很多年了,但是,在这个2002年,马哈蒂要临走之前,临下位之前呢, 就把它给转换了,实行了这个顾打,实行了这个绩效制,那但是很多人呢,都不知道,对,包括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是我也不知道,我后来才发现,啊,我差不多是前天才发现,前天才发现这个,我一直以为,啊,顾打制,因为,总是听到周围的人在讲,还有个顾打制,顾打制, 对,对,就是,那如果是2002年的话,你应该不是顾打制的,其实已经十多年了,这么说起来,你已经是绩效制的产物了,什么绩效制,什么顾打制,我都不理,只是我身边听到的东西,就是,这个政府就是帮姓马的,哈哈哈哈哈哈,反正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会说,像刚刚加玛提到的,就是,呃,入大学的名额,会保留多少percent给土著,跟多少percent给非土著,那后来转换成这绩效制,就是说,有点像公平, 竞争了,凭你的成绩,进这个学校,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云南是已经用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啊,对,对,所以,所以,你看,啊,这个,呃,呃,绩效制呢,他强调的,是,以,以,以你的成绩,来,来做这个,竞争,入学竞争,入学的一个,一个竞争的指标,顾打制呢,就是说,这个,呃,已经分配了,其实,分配的这个,所谓的顾打呢,就是说,按照, 啊,族群,按照,人民,人口比,比,比,啊,就给你分了,啊,那你,你,你,马来人,你有多少顾打,华人有多少顾打,这,他还是按照人口比较,就不是,不是说,呃,你华人有25个percent只给你5个percent的顾打,啊,这个不是,他是,还是超过了这个了,嗯,是超过了的,啊,也就是说,他,在某个程度上来讲呢,还是说,呃,有一点点公平的意思,嗯,但是,有些人会认为很不公平,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厉害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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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人很厉害呀,所以,能力好,可是,为什么,能力强啊,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顾打啊,对不对,啊,其实,每一年呢,也是有华人能够上大学的,也是有马来人上不了大学的,这都有,那马来人上不了大学的主要原因呢,算是成绩差,嗯,那华人上不了大学的主要原因呢,那是顾打制,嗯,因为顾打制把我给限制住了,就是我没有进,进,进到这个大学,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什么的,一个民怨,在华人社会里, 里面是个很高的这个民怨,是,那,呃,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呢,的确是有,有这么一个过程,从历史上呢,是有这么一个过程,那最近啊,大选过后啊,嗯,你看,大选过后呢,呃,呃,这个,那个谁没有选上吗,伊比哈利亚利土,全组的伊比哈利亚利没有选上,就又出现了一些的声音,就是说,呃,这个,呃,强调说,呃,马来人的特权啊,等等的,那最近呢, 又有这个,马来人的马来人的一个校长啊,呃,也是叫伊比哈利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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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你可以在固打之内 固打了之后再以这个绩效 马来人也以绩效 华人也以绩效 印度人也有绩效 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今天咱们来 就是来谈这件 可是很多花人好像没有发现到说 他们是受贿的 今天我们就来谈这件事情 就是说这种东西 就是固打也好 绩效也好 到底咱们 咱们这个 华人社会是在想马是什么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到底这个固打之也好 绩效之也好 哪个比较好 哪个不太好 或者说还有什么更加 好的制度可以再使用 好的制度 对对对 你怎么觉得 我 我觉得 华人社会里面 不管你事情 什么的想法都是跟我一样 这是帮姓马的 都是帮姓马的 从以前到现在 你问谁都好了 当有人进不到大选的时候 而且又是花人说 你懂啊 这个政府 就是这样子了 一船是十船百 百船万 就不管如何 还是归咎于那个原因 就对了 或者你不相信 或者性都好 不管你是 身为律师 医生 有智慧 没有智慧的话 你都会相信 对哦 马来西亚就是这样 哪个情况 所以真正什么情况 我真的不知道 就算有 因为有些华人 成绩不好的 进不到 也是讲同样的东西 哪有华人跟人家 我成绩不好 所以我进不到 不可能的吗 他们都会讲 都是你知道 我们这个社会的 制度是怎么样的 不过 也是我们 那当然我们是 有看到一些 这是全A的 可是进不到大学 或者拿不到 他要的课 我觉得也是 一个很可悲 可是看来 看来整个我们 我们制度的情况 我是想读音乐的 可是我的语文 全部费得到完 可是我很有音乐天分 像如果以 这个绩效制来说 我全 我是进不到大 我进不到 那个拿音乐的 那个科目的 可是我本身 就是很有天分的 如果跟着绩效制来说 这个人 也对他不公平 所以要看回 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 又是怎么样 着重的东西 跟那个审核的条件 我们也不了解 是吧 是之前也有很多的 这种争吵 在这种争吵过后 就也出现了一些状况 你看在这个 除了我们所讲的 这个公立大学之外 我们还有两所学校 是非常特别的 一个学校 就是拉曼大学 之前是拉曼公益学院 对不对 就是马拉 不是拉曼大学 拉曼公益学院 就是马拉 马拉公益学院 这马拉 这个technology 什么 college 还是什么 现在改成 马拉公益大学了 这是一个奇特的 因为他只收 这个土著 只收马拉人 跟土著 第二个方面 是这个 拉曼大学 这是拉曼大学 拉曼大学 也是非常独特的 一个学校 那这个学校 是以收华人为主的 这个学校 那95%以上 都是都是华人 那么还有5%呢 接近是印度人 那剩下0.000几 那是马拉人 或者是其他的 拉曼大学给我的印象是 总之是私利 就是你有钱 你就可以读了 他是 他是 但是其实拉曼大学 拉曼大学 其实 对对对 你讲的很对 其实他跟他当时的情况 是有关系 就是说有一些华裔 他也是没有办法 就是进到这个国立大学 那可能跟这个土著 这个顾打制 有一定的关系 那顾打制就限制了 这些人能够进到大学 但你有顾打制也好 没顾打制也好 也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升上大学 因为他整个学额 就只有这么多 总会有人上不了 总会有人上不了 对不对 那你会不会 喜欢这样子的情况呢 我举个例子 加强 假设真的华人的成绩 确实实实 就是整个就比马来人好 就是马华人最差的 也比马来人最好的强 那这个大学里面 就只有剩下马来人 马来这个华人了 就只有剩下华人了 要真是这个大学 也只有剩下华人的 这个状况下 你说说看 这个这个学习 这个这个国家 还像那么回事吗 他可能不像那么回事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政府的功能是什么 分配资源 政府的功能就是要把这个资源 再重新合理的 或者是有有有这个生产机制的 这种方式呢 再做一个分配 来做一些调整 这种调整呢 未必是永久性的 到一定的情况下 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呢 再重新做一次调整 这就是政府应该做的这个事情 对不对 所以你说当初在马来人 这个还不不太能够 那个这个成绩比较差的时候 能力比较差的时候扶持一下 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我们线上有这个 张盛文 马清教育局的主任 盛文你好 你好 早上好 早上 你睡醒了吗 睡醒了 OK 是 咱们今天讲这个绩效制的这个课题 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我们来讲绩效制的课题呢 是因为 最近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这个 麻辣公益大学的前任的这个校长 他就说要政府再把这个 顾打制给恢复起来 这样子的话呢 他说这个过去 现在这个绩效制呢 是 只帮助这个华人的 就是没有帮助到马来人 所以他这个言论呢 就是引起了广泛的批评啊 呃 这个情况 其实当 当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 我们 一直以为到今天为止呢 呃 都是实行的固打制 呃 我们刚才还在说呢 就没想到呢 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 好像就已经开始 12年了 呃 开始推行绩效制了 呃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么落后 十一年了 我们都不知道 是 我们讲了很多次啊 这个绩效制 很多人还在批评 因为主要那个印象是 每一年都有所谓的优秀生 嗯 上报纸 去报官 控诉 说我的成绩多好多好 拿不太我所要的 嗯 所以 那个印象每一年都发了 嗯 所以我也实际上解释 大家看到 媒体 这方面我也实际告诉媒体朋友 嗯 大家报告要公平一点 你的标题放说 优秀生拿不在所要的科技 嗯 很多人看表底不看内容的 嗯 或者说 报导的时候 只报导我是全A学生 嗯 哇 看起来很优秀 嗯 但是你认真在查 所谓的全A 嗯 只有两个A加 七个A 一个A结 嗯 这样的全A 嗯 其实实在排起来 是非常非常地落后的 哦 所以那个A的分量也很重要 这个解释了很多 但是我们就 特别 嗯 去抓着一个印象的漏洞 嗯嗯嗯 啊 站在媒体上 在哭诉的一种多 那么现在的学者 嗯嗯 已经不像以往这样 要分党陪伴 嗯 甚至能够陪伴 才到来记者会 现在不是的 哪个成绩 嗯 那其就算报官 嗯 而且尤其是 在医保的 去医保的盗设 嗯 在龙佛的 去新商的盗设 嗯 但是刊登出来 是全国版 哈哈 对 就就每一年 就这样炒作 那那那那 OK 我注意到 你用了炒作 这两个字啊 炒作 那那你说 为什么媒体 很乐意去炒作 这个事呢 这个有市场啊 媒体只看市场 这个你报道的话 全体华盛 最喜欢看这个新闻 嗯 啊 你看又来了 我们的医生 又拿不到 这个又很可疑 嗯 我们的我们的中文 导师喜欢这个 更喜欢的是 嗯 呃 比如说我们 报道一个 一场车祸就好 嗯 嗯 车祸是几乎每一天都发生的 嗯 报道的方式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事件上太夸张 嗯 就怎么样的发生就算了啊 嗯嗯 发生了图文兵闹 嗯 过后会看掉了 库库提提 嗯 又死了 新闻这个经济的支柱 嗯 过后呢 去打灾那几天也报道 嗯 嗯 谁又砍过来 库库提提 最后出兵的又怎么样 嗯 一找不到司机 还我公道 嗯 整个联系群 上次的报道 嗯 讲节也一样 跟中国到五期 有些报道方式 嗯 嗯 我觉得说 有些是太夸张了 嗯 当然有 有这个新闻家族的 应该报道 嗯 但是如果是 非常戏剧性的 嗯 我觉得就 不必要太多 嗯 那那你觉得 这个教育的 这个课题啊 这新闻 长期的这样子 去报道的话 会给这个社会 造成一些 什么样的印象和影响呢 影响最大的就是 我们的华裔学生 嗯 跟父母们 嗯 对这个本地的升学啊 嗯 起了很大的疑心 嗯 都认为说 我成绩再好 也达不到我所要的成绩的 这个就是普遍 一般上现在的学生 没讲 没讲 是 所以考完SBM 都稍微有一点 经济能力的 嗯 或者没有经济能力的 都选择 嗯 去读这个私立学院 嗯 反正有BTPDN给借钱 嗯 嗯 那这种就使到 我们损失了很多 人才 嗯 而且大家都背上了 不需要的债务 嗯 因为你成绩好好的学生 你如果拿不到Metric Classy 那个我实际上说的 拿不到Metric Classy 是大部分人的 嗯 只有很少部分人拿到 所以拿不到是 是跟大部分人一样的 嗯 那你去读读Funk 6啊 嗯 读读Funk 6 整个天空 是非常广阔的 所有的大学的科技 都为你的门而打开 嗯 如果你成绩拿得好 嗯 那么你就可以去选择 但是我仍然不理解 这样子 你这么说 其实很多对华人社会 对华人子弟 有好处的事情 媒体为什么不热衷于 去宣传这个东西呢 他也有宣传 嗯 他也有宣传 但是每一年 嗯 固定时间发生这样的一种 个案啊 嗯 所谓的这种个案 也不是全都是对的 嗯 真正的对的发生了 我们一定 把它们坚持到底 嗯 把它摆转过来 嗯 但是你翻开 大部分我们这么多年做了 嗯 大部分其实不是这样子 嗯 就是说 用像中传传传传 这样很喜欢用三个字嘛 嗯 对不对 嗯 大个A也说是优秀传 全A也优秀传 当然他不是说不优秀 也优秀 嗯 但是这个优秀的分量 嗯 跟他所要的科技 是两码只是 嗯 再加上我们实浪铁士 不可能在这个全世界 嗯 国立大学 不可能你要什么科技 就能够拿到什么科技 嗯 你去澳洲也一样 也要看积分 也要看这个 这个 demand and supply 嗯 够不够科技 嗯 所以他们也是要这样子选择 他们没有赔这个选择 而且不一定拿到第一选择 嗯 嗯 这就是我们畸形的地方 那 那还有一个印象 就是说你拿不到 但是别人都拿到啊 那马来人他就能够拿到啊 他他他他他要什么就拿什么 啊 这么久以来啊 嗯 平行而论啊 所以这样子跟我们投诉的 嗯 我们都告诉他 你能不能够拿 给一个证据给我们看一看 嗯 更就是你的朋友 马来人 嗯 或者其他总数 甚至是你的华人朋友 成绩比你差 嗯 跟你申请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他拿到你拿不到 嗯 到现在为止 我们拿不到任何一个证据 证据他们不给你们啊 他们是给DAP吧 他不找你们 他找DAP吧 他 所以DAP都掌握了这些证据了 行为吗 你看DAP有没有拿过来 有没有在有没有在哪去教育部 嗯 如果谁有这个证据的 随时哪去教育部 这个媒体一定很好 很乐意报道 嗯 或者哪去国会 嗯 对吧 嗯 就国会健康 你说这两个学生 同年毕业 成绩好一个差 申请同样的大学 一个打到一个拿不到 嗯 看没有人降断吧 哈哈 一个物理同胞拿出来 诶我成绩降断 你看我进入大学 所以你看 如果是你的朋友 你说你知道吧 对不对 你知道的 你也拿不出来的话 嗯 但是说你说骗话 我们也说你说骗话 嗯 但是明确就是要 再把它听一样吧 没有证据 我们女士只能够把印象带了 嗯 成绩不好都拿到 成绩好都拿不到 是 就像当年我们出院很多 海外奖学金 是 有些是我的成绩 这么成绩这么差的 五个A拿到美国 我这么好 优秀的 11个A的 却拿到印尼 对吗 哇 这个就引起 实际很大的回响 嗯 后来我们去查 这个就美国读书的 人家申请的是 旅游的课程 嗯 你申请的是 医科 嗯 对不对 那么你的医科 当然要很好的成绩 能拿到 嗯 所以你拿到 不是印尼 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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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印尼读读课 嗯 我们没有 去美国读读课 嗯 而且从美国去读的 那个人就是 特别去读 旅游的课程 嗯 所以你拿到 这个成绩去比 不同的课程 不同的成绩 不同的国家 嗯 成跟苹果来比 嗯 那民众看得不明白 啊 不要说五个AK 去到美国 十个月去印尼 这么这么不公平 嗯 嗯 所以这些就是 我们每一样事情 都差不多的话 嗯 民众不可能了解太多 而且报纸的那个 那个有限度啊 它的报道的那个字 嗯 那上文 我有个问题想问啊 那我们刚刚说 这个绩效制 但那是我们对于 它的那个 临选的方式 我们并不了解 那是不是比如说 刚才啊 我们的家强有提到 如果这个孩子 他是对音乐 非常有兴奋 可是呢 他的成绩并不太好 那如果他要进的是 一个音乐学 大学 念音乐科系 可是他其他的 呃成绩呢 却不太好 那是不是呢 就没有办法 让这个孩子呢 能够读的这个科系呢 哦 不是 每一个科系 有它的那个 基本的要求 嗯 这个我跟学生 会很清楚 父母可能不清楚 社会人士可能不清楚 因为他的那个系统在变嘛 嗯 所以以前我们进大学 和现在进大学 差很远 而且现在的那个标准 也放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网上都看得到的 所以学生不了解 填错表格 那个我们有办法救你了 你看有一些 比如说 我们说最基本进入大学 你的英文要拿 Band 1 那就是只要你有考英文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要去读法律的话 你最主要Band 4 就是要很好的英文 你的基础 所以不是说你全部A 比如说你SPM拿4.0 非常优秀嘛 就对 科外活动就拿非常好 但是偏偏你这个SPM 在考那个英文的时候 入大学的英文4的时候 拿了个Band 3 那你就进不了 就进不了啊 你朋友说 那个比我查的 哪啥一个B的 为什么啥那么多进下去 你明明就知道 你本来就是不够资格 或者有一些是需要interview的 或者有一些是需要 像你说的那些 需要画图的 去interview 需要画一个图 所以现场sketch 那你现场sketch出来的 你不行 就是不行啊 所以它每一个科技 各别要求不一样 音乐系的可能不需要你的英文很好 不需要你的马拉文很好 但是需要你其他的天分要有 所以说这个绩效制 它不是完全说 看着你的成绩的分数啊 多少颗A啊 多少个什么字 就是我们的Banzi Banzi的这个成绩 来定说你能进还是不能进 而是依靠着你选的科系 还有它的那个入学资格 是这样子吗 这个绩效制的执行方式 绩效制的意思就是 在我特定的这个条件里面 最好的那个我拿 我不是说比如说我有100个人生 我上次的一定是给马拉人的 我上次的一定给马拉人的 上次的给华人 十个一定都给了 这马拉人跟马拉人竞争 华人跟华人竞争 那个叫固打字 是 所谓的绩效制就是我设定的是这样 你最少要这样 但我有超过100人的话 那么最好的那100个 我问你是什么种族 我就拿了100个条件最优秀的人进来 这个叫绩效制 不能够用音乐系的录取的成绩 跟精英精细录取的成绩相比 那个也不对 这样的方式 但是是不是这个 在绩效制实施 固打制取消的这个过程中间 他玩了一个花招 这个花招就是 重新建立了一个metric的这么一个制度 就是说这个metric制度 还是百分之九十留给的这个土著了 这土著大部分 他要升学的话 他跑去metric了 对metric呢 他就比这个STPM呢 要来的容易的多 是不是有有有这这这这 这方面的浅浅规则呢 在还没有设定 这个绩效制之前 都已经有metric了 metric很早以前就有了 ok 所以这个你说这个花招的话 当然你说用metric比较容易啊 这个好的成绩 这个是固然 大家都知道的 毕竟他的制度啊 他的方式啊 他读书的模式啊 考试的模式 要比起STPM的话 两者肯定是metric比较容易 所以我们以前就吵了很多嘛 这个橙跟苹果怎么能够一样的比呢 但是入学的话 他用STPM的成绩去申请 跟用metric的成绩去申请的时候呢 会不会就有一个不公平的现象出现呢 如果用两个成绩的话 稍微metric会占优势 为什么呢 因为metric是计算方式 比如说我们STPM 你最好的成绩是4.0 那么如果你拿了3A1B的话 你差了一个分数的话 你的积分就掉到3.92了 所以4.0就掉过3.92了 但是如果你metric的话 你4.0再掉的话 它是3.983.963.94 才到3.92了 这之间还有四个category的分数 STPM的人是拿不到 但是metric又是98先是保留给土著的 那是否在92先的土著 还是占一定的优势 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呢 对所以你说这个入学的对方面 它们是占的一个优势 但是你说我们的季孝子 刚刚改的那个时候 02.03.04年的时候 大学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那个入学的那个 那个种族比例 这个比如说马大 02.03年 忽然之间 华人超过了50% 因为绩效制嘛 所以后来这个 这个就适度的调解过后 适度的调解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知道 我看不到里面的这个方式 所以他们认为有在比例上面 动一个手脚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动那个手脚 但是每一年 如果很容易去 其实很容易去衡量 到底这个绩效制 是不是真的绩效制 如果每一年 在那个科技里面 录取的种族比例 大概就是这样的话 马来人大概都 比如一百个人里面 马来人每一次 录取都是55到65天 华人都是20到34天 如果每一年的录取 都是一样的话 那这种绩效制 我们是质疑的 你华人可能有 其中一年 调到158天 另外一年 需要458天 不只是华人 各种族 这样的话才能够 真正反应绩效制 因为你永远不懂 这一年的时候 少数华人 印度人 马来人 其他种族 对这个科技有兴趣 所以如果它有 flutuation 有起伏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 比较能够反映 如果没有起伏的话 大概非常理性的 分配的种族的话 这个我们就会开始 质疑 到底你的技巧 后来后期 我们在自己大学 要开放给我们看 你的录取 比如说我其他不看 因为太多了 我就看医科好不好 你就把医科里面 录取的 或者说 更少的 全国最少的 就是这个 全国不到300个 录取的学生 你把300个学生 录下来 他们自己 什么成绩进入 那么其实就 一目了两个 包括这个资料 我们拿不到 为什么拿不到呢 拿不到 没办法 拿不到 是属于机密吗 是属于机密吗 我不知道 盛总学长 我想问你 当我们在谈什么 固打制 什么绩效制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 其实在挑战 我们宪法里面 153条文的 这个说马来人 他有一些优先钱 这是第一个 我想问的 第二点 在这个固打制 或者是绩效制里面 在我们华人社会 我们有自己的看法 那在马来人社会呢 他们又是一个 怎么样的情况 你了解吗 当然就像 有一些 一部分的马来人 就像这个 前UITM的校长 所说的 他们认为 这个时候 回到固打制 其实不止是 马来人要回到固打制 其实印度人 也是要回到固打制 因为 自从事实的固打制 印度人进入 这个所谓 critical crisis的人数 就怕不会延长 因为我们凭 这个实力 就是看成绩 其他的我们都不看 但一看成绩的话 有很多城市 这个学生的成绩就比较好 而且华人的任务上的优势 所以比下去的话 印度人的原本 马来人给印度人的数额不见了 他们的人数就减少了 所以你看 印度人反而最近 metricical crisis要求增加 这个学额 固打制 他们希望从各大学里面恢复 所以跟马来人的 一部分的马来人的想法是一样的 只有我们华人觉得说 这个东西不理是制药 是人才我们就应该拿 这个是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是优秀了 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已经准备好 他们的思维 尤其是很多乡下的 都认为还没有准备好 都是你们华人拿的 另外有一种很不好的印象是什么 有一些政治人物呢 就拿私立大学的情况来说 你看私立大学都是你们华人 最优秀的私立大学都是华人的就读 我说你怎么可能这样来逼呢 私立大学是用钱的 谁都能读读的 不是给华人 很多人进本地大学 进了私立大学 你们谁又去私立大学都能够进的 但是就有人去把这种这样的 有时候我们谈到公务员 公务员为什么设盒 为什么这么少华人 为什么这么少印度人 他就说设盒监 为什么只请华人 不请马拉人 这些就是 就是拗硬拗 不同的那个环境拿来相比 所以马拉人有些社会 是希望说回到去 以往的古达 能够绑到更多的人 但是我觉得 这个回头路是很难做得选 已经开放的地方 很难再收回来 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所以我刚才那个宪法的事情 宪法没有表明顾打 宪法只是说 要帮马来人有特定的 这个享有特定的privilege 在这几个地方 比如说读书的 scholarship wiscence 但是它没有告诉你说 要有多少的顾打 所以你说不要顾打是你还是 在你的metric philosophy里 已经在帮着土著学生了 更加上这个这样的帮助 是希望说把当时落后的扶持起来 而不是永远的扶持 永远的扶持 最后受伤的是整个国家 因为当你扶持的是 最后大部分人的时候 那么这个国家就失去了竞争能力 除非你扶持的是少部分人 你保持orangarship 对吧 你保持那些穷人 那个应该的 不然你这样 majority的国家的人去 设定一个保护网的话 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学长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当我们在扶持的扶持中 那我们会不小心忘记了 这些可能是其他种族的 当我们在扶持马来人的时候 这样现在的情况 当马华跟民政不入格的时候 对这些不小心被遗忘的这些华裔分子 或者是孕育分子的话 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我当初就说了 一定会有影响 当然有很多人在死 像我们啦 所以人在那里都不一样的啦 反正你们都做不了工作啦 华为一样的 所有的官员都应该照顾全民 或者有种族啊 什么等等的 都是一大堆 那个就是道理上挂了 道理上挂了 我们讲的现实就是现实 今天我们不在 你就不在 你一不在 没有人看这个东西 那么他要怎么做 是他的权利了 没有人去管制了 所以今天我们也很难听 你像先别说 大学录取 差不多要到了 差不多要公布了 你先说现在的 你说董总教组 现在去见的这个副部长 去见这个管理 很多这些教组嘛 教组这些东西的人 回来跟我们谈 这回糟糕了 你们不在里面的话 两位新人不了解 里面的内部 就被他们耍了 他们说什么 就根据这个 这个大条道理是对的 所以根据他大条道理 你是不够官员比 那官员在那边几十年 他告诉你这个 其实讲的都是对的 如果他讲的都是对的话 那我需要政治人物 进去政府部门干嘛 政治人物进去部门里面 就是要把公正公务理 把这些你们公务员制定的东西 没有照顾到权平的 去纠正过来 你不是去听他了 你听他了 那么你不学会上班了 你交给他就好了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 你可以说这个政策 什么政策 全世界都一样 所以我实际上说 不是种族主义的问题 你没有其他个种族 在一个地方里面工作的话 他会忘记像你说的 忘记了还有其他种族的利益 你要考虑的 但你在主要绑出一个 一样的 当一个华人公司 里面很少马人 很少印度人 你完全忘记了 这个公司原来还要庆祝来 原来还有极大法力的 你忘记了还有一些少数员工 是需要被照顾的 这也是很刺乱的 所以为什么都必须 有这些人在里面 才能够好好的看官 那不一定是我们马华 别人你应该办理这个决策 如果能够办理更好的话 你就更好 他都需要各种族 这个国家还是需要 哈喽 OK 书门 然后看到当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在马来西亚基尼 这个英文版的 这个消息下面 有两百六十个评论 两百六十个评论呢 大多数都是指 马来人是没用的 笨蛋 悲哀 垃圾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东西 也这个 本来就是应该绩效的 说这个民族很 很 是他的耻辱 所以如果 如果我看大部分 都是类似的 不相上下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调调啊 呃 这么这样子下来 的话 呃 是不是 呃 呃 更加 更加去到了一个 一个这个 一个冲突的这个概念上面了 但是 比如说 这是马来人 真的 真的是很悲哀 呃 真的是这个 成绩不如人 呃 成绩不如这个 华人 甚至还不如印度人 那么你刚才说了 如果长期下去 这个大部分的人 是需要扶植的话 那是一个一个 对这个国家来讲 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大部分的人 都是不能够 如果这个马来 马来族群 是不能够 不能够站立起来的话 嗯 那这个国家又如何办呢 啊 这个你说的很对 嗯 就好像当年 老马所说的 嗯 要把东南亚 注意的好的话 嗯 所有的邻居 都必须忽悠起来 嗯 你如果邻居是穷的话 你也不要想过好生活 嗯 对吧 嗯 所以这个是对的 把马来西亚 主要的族群扶持起来 是对的 嗯 而且 所以华人也愿意啊 嗯 当七十六九年过后 嗯 七十年推行了 七零年推行了 这些新极力认课 最后华人 普遍上不满意 嗯 不过我们马王始终觉得 这都是对的 这些命运的事情 不能再发生 因为太穷了 华人太富有了 嗯 所以把一个种族 能够用 用这个经济来标签的话 那就很危险 或者用工作来标签的话 嗯 所以马来西亚 我们愿意这样子去做 嗯 现在引起很多人 更满意的是什么呢 这个扶贫政策啊 嗯 开始走歪了 嗯 最后照顾到的是 一小撮的 马来西亚人 嗯 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 还是没有 没有受到这个 真正的照顾 非一代的马来西亚人 尤其是城市的马来西亚人 他们感神都 就是你没有connection 嗯 你很难拿到好处 嗯 你那些好处都是 而且啊 到了这么多年过后啊 嗯 已经有那个观观相互的那个文化 嗯 就是这边的 Katubengala 这个假扒蛋的高官 嗯 他的孩子 毕业了就肯定是进入 这个政府部门 嗯 有另外一个 革进了别人的假扒蛋 那个假扒蛋的 Katubengala会照顾他 因为这个是 每一个高官写要的孩子 各个都扶持起来 所以这个 melaeligal已经形成了 嗯 这个精英分子 精英分子 照顾为精英分子的家属朋友 你没有照顾广大的马来社会 嗯 所以这样子下去的话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那如果 如果这个 纳基政府 现在开始要照顾 这个广大的马来 马来社会的马来人的话 又又给他重新 呃 设施一个固打的话 那怎么 你觉得 我觉得 你现在马来西亚 尤其在教育方面啊 嗯 有一个马来人的机会 已经非常非常的多 嗯 嗯 不需要再回头 把这个现有的这个国立大学 再固打化 嗯 第一 你的UITM 嗯 UITM 已经是 一百分之一百四个个个马来人了 而且UITM的学额是很高的 嗯 它大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三万 到六万之间的学额 嗯 几乎都是 比我们普通的大学 嗯 绝对是一个 一个 一个非常庞大的一所大学 嗯 而且在很多地方都有分院 嗯 这个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 有MARRA的那个 呃 讲学金 出国留学的 JBA的那个 出国留学的已经是改革了 但是MARRA没有改革 嗯 MARRA送去的地方 比JBA送去的地方更优秀 嗯 这些完全也只限制于土著申请的 嗯 所以你看你已经有一个百分之一百的 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固打 三十八个留给马来人 不是 嗯 也是一百八个给马来人 嗯 所以各方面其实这个已经到 只要你那个系统走得对的话 嗯 来的人真的是需要辅持的话 嗯 我觉得那个那个学系的机会非常非常的高 嗯 今天你看 大部分的学者 马来西亚政府大学的学者 Professor Doctor 都是马来人 嗯 那有一些从外国 政府保送外国的地步学回来的非常优秀的 嗯 在各方面 在文学方面 在人文方面 社会学方面 科学方面 经济方面 嗯 非常优秀的都是马来人 嗯 所以其实 华人如果还有一种印象说 马来人还很落后 嗯 马来人还很 这个很糟糕 嗯 其实你不对的 我们见了很多优秀 非常好的马来人 已经已经带领了这个国家 嗯 进入GLC 这么多GLC 这么多Tip-top companies 嗯 里面的management 英文说的非常流利的 嗯 都是马来精英分子 嗯 所以马来人的那一层其实已经是起来了 嗯 所以但是起来过后 嗯 他们就觉得说 哎 我是这个制度下扶持我起来的 嗯 我不能说我起来过后 我就取消这个制度 嗯 我必须要让我更多的 呃 同胞们 继续用这个制度来 更好 嗯 那这样的条法也没有错 不要不要过条丑版嘛 嗯 但是这个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期限 嗯 毕竟华人印度人 卡拉战独自或者其他种族人 也是马来西亚人 嗯 这些人的贡献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不能够抹杀了他们的那个出入跟机会 嗯 他们如果是有能力的你就应该给机会的 而不是因为他的输赦 嗯 然后你就抹杀了他的机会 包括进入GLC 嗯 当然一些华人公司 我也不认同说 你有一些有一些部门 你根本不需要说一定要能够有华语 才可以生育 嗯 除非你是做marketing的 嗯 这非无所没有办法 你需要有一些华人的市场 你需要有华语的 嗯 其他的为什么不能停满呢 会不能停满呢 会不能停满呢 如果优秀的 嗯 所以这些各核是需要去 这各核需要去打脱的 嗯 再加上这一次选举过后 你刚才所说的那些给你的comment 嗯 我觉得华人开始有一些年轻的 嗯 或者受到政治政党影响的 嗯 已经开始别到 很无理了 开始什么 无理 别到 别到 OK 是非常无理的 嗯 用词句啊 嗯 去吸污辱一个族群 嗯 或者一个宗教 嗯 不要把网路当作是完全没有人理 嗯 你的那个影响很大 嗯 现在马来人 有一部分的马来人对华人的那个 是很不友善的 嗯 他认为华人被 被华人欺骗了马来人 嗯 或者从背后捧了马来人一刀 嗯 为什么呢 因为一年以来 华人在政治上时常讲说偶气的嘛 嗯 对不对 我很有骨气的 我不支持你政府的 我就不支持你政府 嗯 我就很表态 我就很表态 甚至我就不去 那很好啊 那马来人这个地方 这些华人不支持我们 嗯 你许有讲一点点的政治啊 现在行动党说什么呢 华人应该出席的 有饭就去吃饭 有红包去拿 有handle去拿 嗯 什么都拿票图给我们 嗯 所以当时就知道了 哦 老人也去吃 不理的 你国政的 跟南沙尾去 什么尾去 你要我轻啊 或者啊 所以知道了一些 尤其是一些选区 哦 这个华人反应很好啊 嗯 结果开盘过 输得非常非常难看 嗯 所以他们就有感觉 你钱也要来拿 嗯 什么你都要 对吗 什么要多款 你说不够 这个过了 另外一个又帮助 我不够 结果每一个人都要拿钱 很贪心的 我要拿 反正大选 来的 不拿 白不拿 反正是政府的钱 嗯 拿拿拿拿 多票 完全 一面倒 嗯 所以这种人 他们就有耳朵 很贪心 因为你出卖了我们 嗯 可是前提是 这个不是政治贿赂吗 如果是以您的说法 收了钱 就要投给他的话 不是 不一定 那么你可以不去啊 人家说我国政召开了这个什么庆祝啊 他就来有这个出奖仪式 你明明都不支持他的嘛 那你就不去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贪这个小便宜呢 给人家有印象 我说黄恩出席力很好啊 我是说在大选期间 对不对 你不需要去表态 或者是去拿这个小便宜 过后你名字到你漂不给他的 你还跟他一起养啊 对啊 支持啊 什么那样的 这就是马来人心 对于一部分马来人的印象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文化非常不健康 那么你就有骨气一点啊 哦 你说啊 你就去啊 我不去吃 我穷啊 我不只饿 我不只吃你 这样的话 我觉得人家会更加尊重你 也不是你什么都要 什么要什么都要 就拿这个 这个也叫做要蟹 你知道吗 你不给我 投票来到啦 5万不够我要10万 这个也是互相的要蟹 那没有办法 我需要票 那么大家就叫你来交换 政府也一样啊 你不要以为是中央的 政府也是用 用这个时候用那个政策 拨款啊 来监测款 那个都是一样的 这个是政治游戏规则里面 其中一个方式 所以现在呢 的确有一些部分 种族不太可谐的情况发生 所以有很多东西言读出来 管闭华小啦 回到孤达 这个你仅仅会听到更多 但是我觉得华人社会的回应要 第一要快 第二要有理由 而不是去辱骂别人 去说你这个是做后的啦 你这个是笨蛋的啦 你的种族主义啦 你回去跟报告什么等等的 这种这个方式 你有没有觉得 有没有觉得有关的方面呢 是一种刻意的玩弄 然后配合 比如说你刚才所讲的中文媒体 中文媒体也知道这个游戏规则怎么玩 他们也知道游戏规则怎么玩 然后呢 就故意就激怒华人 让华人的情绪高涨 然后呢 让马来人更加就是害怕华人 有没有这种这种感觉 你这样子来讲 我甚至也去看到这个说 好像可以去进华人 这个已经那么多年来 那么多年来 这个规则好像我的感觉了 不只是中文媒体 甚至英文媒体 马来媒体 他都知道在什么点 什么状况下切入 然后怎么样来炒作 炒作能达到怎么样的 一个预期的效果 这个效果会带来 什么样的好处 比如说报分的好处 比如说这个社群的 这个这种愤怒 会带来一些折射 折射到另外一个族群去 这些他们都已经 这个驾轻就熟的 这种玩法 关于这个社会稳定和谐 还相当大的时候 相当相对稳定的时候 这些东西还不会说 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现在你很难说 我觉得说 华人在大选前的那一两年 展现出来的那种 那种所谓的华人 就华人站起来了 我们到处去示威 公主做了五次的示威 我们要退回这个批文 不要看低我们 要去给我真的 你觉得马来人知道 华人在示威吗 是不知道的 是吗 大部分马来人不知道 现在马来人开始注意了 开始注意了 对了 你说 你看 如果你作为一个华人 你试一下把董总的诉求 翻译去马来文 去跟一个马来文讲 你看看那个马来文的反应是怎么样 一个普通的马来人就好了 你不用找一个政党背景 你找一个这张普通的马来人 说东总说今天他要这样 你怎么看 你自己 我自己的亲密 我只不过是把报纸的东西跟他讲 解释而已 我自己都觉得为什么这么种族主义的 为什么我们就这样 我们思想看我们不觉得 我们就是这个民族我的权力 宪法赋予我的母语权力 我一个争取 这个人也很对的东西 但是一旦你转身去别的种族的语言 去告诉别的种族 味道完全就不一样 所以我最近都是去抵抗 华文教育 各自在马人 基本上在对话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反应就是 哇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 为什么他有一个印度大学 站起来那天 说我的朋友校长 印度小学的校长 送到教育部的信 叫我去华小自教 就说校长 去开车去了 他在学校还没有进到校长室 就被董家教育的拿去肯定 喝杯茶 然后就让他们打电话 去给相关的高层 一两个小时后 这个校长就送回去 半年闻教学 连进校长室的机会都没有 他说为什么你们这么极端 我是来 我是教师的 给了一些印象 华文小学 只能够接受华文 当校长赋证 这也是事实 我们也说 高知 华小高知 不能够编制 应该只能为给华人 拥有华文水准的人 听起来都是对的 但是别人一看起来 就为什么你们这么极端 为什么只有你们华人可以做 别人走出 有能力的 为什么不能去走 他不是说可以吗 他说 但是你要 你要懂华语的这个人 就可以做了 你再看不去 这个原本都是对的 只要你有华文资格 对不对 你实际上 要一个会讲华语的 马来人 我毛锤自荐 看他给不给我 你看看 你看看我们的华教会 反正你怎么会 你就知道 是 但是你刚才 你刚才也提到 你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说 印度人 印度 印度人最近也在说 他也想要恢复这个孤达 他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个入学的机会削弱了 那你你你怎么看待 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应该考虑 应该恢复给印印度人 印度同胞的孤达 应该没问题吧 你看陆阁的都是 对 看是不是我们应该考虑 恢复给印度同胞的孤达 而且就是可能的话呢 尽可能设立一些孤达 给给这个塔达三 读孙啊 这些这些图 居然需要 好 好 印度以后都有的 他们是属于图住的一部分 而且还有特定留给 双马图住的这一部分 嗯 这个已经能听了 这个他们 在他们的 可能已经有了 当一挥到 如果一恢复孤达之的话 嗯 所有人都孤达了 嗯 华人也孤达了 你不用你不用要求 他也给你孤达 印度人肯定有孤达 嗯 所以只要恢复孤达的话 每个人孤达 他不许只有特定的人孤达 会不会留一点给外国人呢 对外劳之类的 哈哈 外国学生留学生之类也越多了 尤其是中国留学生 越来越多了 是吧 越来越多 而且他们好像去到 这国立大学去 去占了他们的位置 是吧 对 他们之前是反对的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国际的排名啊 其中一个分数 占的比例很高的话 就是看你有 信到多少个外国学生 嗯 这个排名 其中一个是这样子的 所以没有办法 我们必须选定几首大学 是开放给国际学生 嗯 而且也真的提升了 会提升我们本地的学习东西 嗯 你不能只是马来西亚的人 而已的一个大学 因为你走不出这个交流 更动了 嗯 你没有那个世界观了 是 所以成功的大学 都是收来自全世界的学生 嗯 嗯 是 那算我想说 刚刚您不管说是 这个绩效室 或者是顾打制 我相信都有它的力 或者必在 那 主要呢 是在执行的人上面 有没有跟着那个 所谓的条例在执行 那有没有 是哪一个部门 是在监督这个 这个执行上的工作呢 嗯 没有啊 比如说 进入等级大学的话 嗯 就是原本的交流部 这是交流部 统策 嗯 就叫做自己决定了 嗯 这一步你们要看了 嗯 嗯 啊 那那认为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 呃 马华这次大选过后 啊 不入阁啊 就过去 这在教育方面 做做了一些工作 但你们现在 呃 不在其位了的话 呃 这个民主行动党 有没有 把你们的工作 给接下来 继续为民服务呢 其实不要啊 啊 他们从来都 没有 他们的 模式呢 嗯 就会召开记者会 召开记者会 对 那也不错呀 召开记者会 OK 那记者会会的话 就没有收到吧 你是生死死的话 嗯 如果将官呢 我已经帮了你了 我是反对长 你想想怎么样 我把事情带出来 就在你了 那假如他召开记者会 那些报馆记者不去 他不就 就就完了吗 他不去的话 会攻击为偏关国证啊 啊 那你 你 你马华 那你不开记者会 永远都不开记者会 那那他不就 他不就必须 不要开记者会了吗 如果对啊 如果记者会 能够解决事情的话 记者会的话 就简单就做了 嗯 像我以前的首相处上过班 啊 我就 我就看过两个 成功党政会 这首相处 正处是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啦 嗯 我去直接点名 一个是陈国人 嗯 他就带了一批人上来 嗯 哦 所以要见首相 让我们就代表去去借嘛 OK 你知道他出出摸摸 应该说 哎 你们就赶快 在你这边把这个概念签完 赶回去基督播了 他带了一票的印度人来 从S-Day 带了几两八字来 嗯 叫个这个东西 外面拍照的赶回基督播 这些印度人怎么办 就这样啊 他拍照过后就 就前送回去 嗯 后后你从来没有问 哎 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嗯 另外一个行动党的 邓章兴 嗯 现在是行政议员啦 嗯 选出前议长 嗯 他也带了Case 但是没有记者会 嗯 带了Case 交给我 嗯 一个礼拜后 打电话给我 哎 什么啊 这个事情怎么样 嗯 进展如何 嗯 我就尊重这样的 这样的政策 我不理你是来自什么政党 嗯 对吧 你真的是有心帮人家的 当然你要去记者会 作为政政党你去吧 嗯 重点是过后 你有没有去跟进 有没有帮人家处理问题 嗯 不是拿了宣传过后 然后回去 没有进展对吧 没有进展就骂政府啊 你看 我们就帮你带上去守公主了 这个完全是国政的错啊 政府的错啊 没有理你们 嗯 人家尊重你是歪弊 所以你能够进到来 别人是进不来 嗯 你就用你的方便去帮人民解决问题 嗯 然后很多人就 你看最近的那些 之前的那个成绩 方法里面出关系 也是这样嘛 你看米可汉教授机 你看到所说的那些东西 我个人看下去全部是废话 你看到那个成绩也是废话 嗯 那我不好去反驳 不然放了那个学生的心 我这边如果要拿起来的话 我的case 我自己也有200多份 我一个记者会也不召开了 因为召开了也没有用的 你只是拿了你的宣传 到时候给人的印象是将给我们分析过里面的那个 该帮的我们就帮忙 拿到的我也没有交代记者会 嗯 对 我觉得有一些事情你可以宣传 嗯 但是你要对得起 找给他帮忙的人 嗯 这是 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东西 对 那 如果说我们不在里面 你记者会能够解决事情 你继续交代人 是的 那你觉得你觉得这个呃 绩效制这个这个东西到他到底是一个 因为这绩效制的是呃呃 很多人提倡的啊呃 绩效制呢也是在马哈蒂手上去实施的呃 我不懂为什么马哈蒂也要他那么那么种族主义的一个人 他也要实施这个绩效制呢 是不是被逼不得不实行了这个绩效制呢 而且有人在在这个我们Facebook上面就说哎呀 真很悲啊 说到说到到这个时候马来人还强调要要被照顾 他说这个要把格局放大一点吧 这马来人真的是不然永远只能做纲绷冠军了 我看马来人也也去不到哪里 这真的是连纲绷军可能都做不了的 纲绷军可能差不多 有些这种平衡的人啊 都以为说放下国阵明年上台就不会走过马来人 明年也说得很清楚的 首要要先到过马来人 郭政兰也说的 我就对我一个兰也说的 首要要先到过马来人 嗯 这些国家人就是你不能够改变的嘛 嗯 在说的时候老马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看到老马在自治的后期啊 嗯 他是很痛心的嘛 嗯 但几次的一种概念 当然像都很痛心 就是说马来人他说最失败的就是改变不了马来人 嗯 马来人还热乎啊 他有时候这个方格迟早要丢掉 马来人不能永远靠这个方格 要不然永远站不出去世界的舞台 嗯 所以在自治的后期他就用了强硬的手法 嗯 开放第一 英文教书理 嗯 马来人没有办法 别人提出的话一定反倒很厉害 但是老马提出就没有办法 就是事情了 嗯 所以最后被逼撤回 第二 开放Metro Classy18天 嗯 也是一个非土著 嗯 他就是要注入这个竞争能力进去Metrix里面 嗯 这个也需要老马的那种 那种威望跟魄力的 嗯 所以他也改了第二个 第三个继续制 我不要再误打了 所以他在后期没有所谓的受 受币还是什么 当初还是如热中天的那个控制热马来西亚 嗯 所以 他的这个做法其实就希望说开创一个全新的马来西亚 嗯 你永远就是你的standard就是在那边 嗯 所以不开放你不知道原来自己这么差 这个包括种族的问题 这个包括国家的问题 嗯 对吧 缅甸你不开放的话你永远不知道 你的国民不知道你自己多么落后 嗯 嗯 朝鲜永远不知道自己多么落后 对开放的你才知道 所以这个开放面对竞争是对这个种族或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改革因素 嗯 关情能来自己慢慢修慢慢等我最准备好的人点以上去火星更精心 嗯 所以这一点是老马最后留给人就是留给后代人 但是 嗯 现在看来大家都觉得老马那时候开放后来大马戒的过后开放的更大 嗯 本来这个开放路线都走下去的 嗯 那就过后拿了过后用旺路线也继续走开放路线的 嗯 而且那里面上台后就废除了64项的这个种族固打 嗯 这个行业 嗯 就不需要保留给马来而已 嗯 所以进一步的再开放的 嗯 所以现在你听到这些声音 嗯 都是一些受到影响的 嗯 以往他们不需要竞争就能够拿到 现在需要竞争 然后拿不到 所以这种声音是会有的 包括对华小的声音永远都会存在 嗯 只要处理的妥当的话 嗯 我相信不会改变这个国家现在走着开放的那个那个脚步 希望不会改变 嗯 好了呃非常感谢你啊 谢谢盛文 你呃 不过呃我们的听众有一个 有一位这个呃 有有有有点暴力倾向的女生啊 呃说你这条水啊 要送你一双拖鞋 要安住你的头丢过去 哈哈哈哈 你不要介意啊 哈哈哈哈 在网络看 他说人果正正导理论 以为最天降无敌 OK 出来要入世界 因为最现实世界 你才知道什么叫现实 嗯 好 都正导理论 正导理论 存在你所分的问题 OK OK 好 谢谢你说 谢谢 拜拜 嗯 OK 呃这个 现在我们跟盛文聊聊了 聊了很久啊 那有些东西真的是我们不知道 老是老是讲啊 我们我们真的很少知道一些事情 我们往往从这个报章上面所了解的这些东西啊 真的是不不不能够喂饱我们 好像我们觉得很贫乏 当我们进到整个自助里面去研究的时候 我们就有另外一种看法 嗯 我们再来研究整个我们这个种族族群的时候 嗯 我们又另外的看法 就好像马拉人 我们华人只是可能现在只有26% 对 马拉人占有多少% 嗯 50多%对不对 对 50多% 如果这个50多%的人 嗯 如果我们不扶持他们起来的话 嗯 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嗯 我自己不知道 嗯 应该不应该扶持我也不知道 嗯 可是 有人说就觉得呃 有很多种看法 我们不扶持可能有 有很多的坏处 是 扶持也是有很多的坏处 也有坏处 扶持多久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 要怎么样的伸缩性来改变 嗯 你总的做什么决定的话 政府做什么决定的话 都有人 没有 有的挑的了 嗯 是不是因为真的是一些政治人物在炒作 或者一些媒体在炒作 我们也不知道 嗯 所以 所以我觉得呃 大家呢 还是要呃 敞开胸怀来看待这些事情 然后呢 要多一点思考 多点独立的思考 呃 有些网友非常有趣 他他在这个呃 嗯 Facebook那边就是呃 每天下午开一个独立思考的时间 啪 等一下下午的独立思考的一个课题 邦邦邦 啊 就在Facebook上面 就像哎 他今天想到了什么东西 他跟大家说一下 明天又想到什么东西 又跟大家说一下 是我们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这都是我们就是过去没有碰到过的啊 比如说啊 我们今天谈这个绩效制 谈孤打制 而这过去的话呢 我们就只是会会骂 会说啊 但是没有好好去想 那今天比如说我们来谈到这个选举 选举不公平 选举这个呃 舞弊啊 等等 对我们骂过了 骂过了之后 说过了之后 批评过了之后 我们该想一想 嗯 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嗯啊 这个问题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那整个这个505的大选 505大选啊 真正我们手上抓了几单 那个5B的这个这个5B的呃 具体的事实呢 都没有到今天为止我没有 我还没有抓到一单很明确的这个5B的这个事实存在 那我们还有呃这个怀疑的对象 比如说这个选民策 是 比如说这个选区的划分啊 这些仍然是是我们可以去去怀疑的 但未来怎么做呢 明年怎么做呢 明年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呢 明年怎么来处理这个教育的这个课题呢 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绩效制也好 讲到独中也好 讲到华文教育也好 呃 你今天有没有听过行动党的人站出来说 哎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如何 啊 独中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去解决 应该怎么样去协调啊 未来的这个呃教育大蓝图应该哪一些是可取 哪一些是要要要批评的啊 这些都没有一个议程 就就都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方向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一个相当迷茫的这个这个状态 嗯 好了啊 谢谢各位啊 我们今天是也超过了一些的时间 但是呢我们确实也了解了不少的东西 是的 好我们明天这个时候再会 再见 拜拜 拜拜